大家好 我是Ten 最近除了拍送事件之外 在韩国最引起网友们热议的话题应该就是 综艺节目Anaema 韩孙文 齐娃夫妇的造假争议 所以今天就总整理了一下这个事情 首先 在韩孙文 齐娃这对夫妇出演韩国综艺节目Anaema之后 因为两个人是年纪相差18岁的姐弟恋情侣 再加上是韩国演员与中国富二代的见面 所以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话题 但是在3月28号 韩孙文突然宣布要退出已经出演了两年8个月多的人气节目Anaema 然后在自己的IG也发文表示 谢谢观众们一直以来的喜爱 学习很多不足的部分后会再回来的 虽然韩孙文并没有特别的解释为什么要退出 但是大部分的网友们都猜测 一定是因为最近被爆料的一连串造假争议 感到负担而决定退出的 所以到底是被爆料了哪些造假争议呢 2019年10月 韩孙文在Anaema公开了非常豪华的婆婆家三层别墅 虽然是非常豪华的别墅 但是韩孙文在节目中表示 只有在秋收的时候会来住住而已 隐隐炫耀了婆家的财力 但是在前几天有位网友发现 韩孙文公开的婆婆家豪华别墅 其实是可以在Airbnb租借的房子 实际上看屋主上传的照片的话能看到 屋内的样子跟韩孙文婆家一模一样 而且在房屋接受也写着 曾经有韩剧来这里拍摄过 然后就是在2018年公开的 韩孙文几拿夫妇在中国的新婚房 这也是被网友们发现的 跟一个租房网站上月租12000人民币的房源 室内装饰完全一样 韩孙文对这件事情没有解释 然后在今年3月23号播放的Anima 韩孙文的婆婆接到了妹妹的电话 而妹妹在电话中提到 最近在中国新闻看到了 韩孙文几拿夫妇的分手传闻 婆婆马上回答 没有那回事不要担心 但是仔细听的话 电话中妹妹的声音 跟之前出演过Anima的妹妹声音不太一样 甚至也有很多网友们怀疑 电话里的声音很像是 韩孙文在说中文时候的声音 所以就被很多网友们质疑 是不是韩孙文在自导自演 去年10月Anima播放了 韩孙文在婆婆的金钱协助下 寻找韩国住家的片段 在节目中 韩孙文跟婆婆一起看了很多房子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韩孙文没有选择 为一只采光都很好的公寓 反而是选择了 位于Tiondito的一个 有点偏僻的住宅 韩孙文表示 这里的停车空间很好 空气也很好 管理费也很便宜 而且很适合婆婆种植物 当时的这个决定 让主持人们 网友们都感到非常不及 但是后来 有位网友查到 盖房子的房产证后发现的 这里其实是韩孙文在2017年3月 就已经买下的房子 也就是说 韩孙文在搬进自己 已经买下的房子之前 就拍摄了假装去中间 寻找房子的片段 所以现在才能理解 为什么当时韩孙文会拒绝 又是婆婆拿钱 又是未知采光都很好的公寓 而选择了偏僻的住宅 一直以来 引起网友们最大话题的 就是富二代老公 在韩孙文 启孙文夫妇刚出演 ANEMA的时候就介绍过 启孙文的父母 其实在中国 经营很大规模的农场事业 启孙文本人也是在广州 经营很大服装公司的CEO 有四股失明的员工 也有自己的司机 而韩孙文更是在一个 综艺节目中表示过 老公拥有的土地 大约是首尔有一度的30倍 但是韩国网友们觉得 来到韩国后 启孙文在节目中的样子 却怎么看都不像是富二代 而就在这个时候 有位韩国网友 在中国论坛发现了这样的留言 房子车都是租的 服装厂是他姐夫的 还是跟别人合伙开的 接着也有中国网友们找出了 启孙文本名是曲家宝 2013年的时候 还参加过选秀节目 2016年 以金邦的名字 在韩国做过练习生 甚至也有网友表示 启孙文之前在酒吧 打工唱歌的时候 遇到了韩孙文 虽然不确定 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实际上 韩国网友们也发现到 在Aneema 启孙文 启孙文 启孙文夫妇的女儿 去医院的片段 女儿的名字不是姓陈 而是姓曲 而且启孙文在工厂的那个片段 确实也给人一种 不太熟悉业务流程的样子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 韩国网友们 已经不太相信 启孙文是富二代了 因为启孙文多次在节目中 炫耀过婆家 以及老公的财力 实际上也是靠这个部分 收到了很多关注 引起了很多话题 所以对于这么多的疑惑 韩孙文一直都是保持沉默 没有任何解释 直接宣布退出节目的部分 让很多观众们 都感到非常失望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韩孙文真的太恶心了 什么都不解释 只会在那里说 黑粉算命什么什么 要保护家庭什么什么的 当自己是受害者 太不要脸了 真的是家族诈骗集团 所以结果 启孙文是跟韩孙文 结婚后才出道的 精神完全病了 电台也有很多问题 制作组应该也是都知道 后一起造假的 目前 韩孙文删掉了 Neighbor介绍上的IG连接 也关闭了IG的留言功能 并发文表示 是为了从酸言保护女儿跟婆婆 所以才关闭了留言 谎话就跟雪人一样 你滚得越久 它就会变得越大 对于韩孙文其中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